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秦国道贺 秦孝公为了嘉奖商鞅的大功啊 封商鞅为猎猴 把以前所夺取的魏帝 商啊 余悦等等这些个十五亿呢 作为商鞅的十亿 就是这些地方呢 是向商鞅来缴税的 号为商君 后世呢称魏阳为商鞅 就是从这来的咱们前面说过 这个封赏使商鞅落入了一个历史悖妞 商鞅本是以强公权削分封起家的 到头来 他本人倒成一方领主了 也就是他恰恰成了自己要反对的那一类人 这个悖妞在不久的将来就会使他陷入了绝境 不过此时的商鞅啊 浑然不觉 谢恩之后回到府地对家臣说了 说我不过是魏国宗士的一个知数 先满腹谋略归秦 为秦提出改革治国之道 立志富祥 今又得魏帝七百里 封义十五成 大幅得治 何谓急灾啊 然而自古高处不生寒呢 况且商鞅这样一个克勤 在秦国是毫无根基的 完全是因秦孝公的器重和信任 才获得如此的成功 那么他的荣辱也就与秦孝公的状况密切相关了 这不单是封建社会才有的人际关系 这种姨父关系 授权式的人际关系 是千秋万代都会有的 商鞅现在已经是微乎高载了 他的成功潜在着对他本人的极大不利 他在变法期间对秦国的宗士管束极严 到了什么程度呢 叫日升秦之贵公子 就是每天都要约束秦国宗士的地步 以致啊 宗士贵气多愿望者 这就基本把秦国的上层给得罪光了 那么下层老百姓是否可以成为他的靠山呢 也不能 咱且不说那个时候的小民究竟有多少力量 悲剧性就在于 商鞅变法也是小民心生怨恨 从种种记载来看 商鞅是个理想主义者 也是个目的论者 为人的刻薄寡恩 为了推行变法 绝对不讲温情 他的心法中有连坐之法 相当的严厉 据说呢 增加了这个早顶啊 抽类啊 还有这个祸烹啊 等等啊 这一些个酷刑 酷刑啊 固然是西州以来的这个习惯法 但是在战国时期呢 其实已经渐渐淡化了 到了商鞅这儿有重新加强 你说百姓能不愿吗 百姓当然就就不愿意了 是吧 那除了秦孝公 他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屏障 这处境就相当的险恶 他是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的呢 司马迁说商鞅啊 是天资刻薄之人 刘相新叙里也说商鞅 叫内克刀具之刑 外身铁月之珠 也就是说他加强了周朝肉形的严酷性 据说商鞅在魏河边 对触犯心法的这个人行刑啊 一天内就杀了七百人 为水尽斥 豪哭之声动于天地 而他丝毫不存怜悯 当然了后世对商鞅的记载 也许有夸张的地方 但所有资料中均不见商鞅有什么私底 因此可以断言 他对秦宗室的压制 完全是出于公义 至于说刻薄寡恩 估计是由于他信仰法家理论的缘故 人嘛 或者民嘛 在法家理论中基本是没有什么位置的 无非就是被驱使的羔羊 法家是目的论者 为了富国强兵 百姓就牺牲一些自由嘛 百姓就牺牲一些自己的生命嘛 百姓就牺牲一些自己的力量嘛 百姓的感受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 因此实施新法之后 秦民皆言其辩和秦民皆愿望 是可能并存的 什么样的话 看在什么样场合说 有一位老士族啊 叫赵梁 身份大概呢 是营姓中的赵氏一族 曾经去见商鞅 商鞅问他 说请你说说我之至秦 与吴谷大夫哪个更高明白 赵梁说了 说吴谷大夫向秦六七年 三支进军 并国二十一 师德诸侯而巴荣来福 吴谷大夫做相国 劳不作秤 鼠不张盖 行于国众 从不车秤 不操干戈 功名藏于府库 德行失于后世 吴谷大夫死 秦国男女流涕 童子不割咬 冲者不相处 此乃吴谷大夫之德也 而您呢 您能见到秦王 是通过宦官警监 名就不大正 您向秦也不以百姓为事 而大住宫殿买面子功成也 行秦太子之师父 以俊行残伤百姓 是积怨惹祸也 您还难面而称寡人 日生秦之贵公子 是月相属有体 人而无礼 人而无礼 何不传死 以这诗来看 您这么做 怕是要折寿 公子前渡门不出 已经好多年了 您可要小心 是月得人者兴 诗人者崩 您做的这几件事 都不得人心 您出门后车时数 从车再假 高头大马坐您的车架 持毛拿几者随车小跑 这些东西 假如您少了一样 您就不出门 上述月 是德者唱 是利者王 您已经微弱昭露了 还想延年易守护 您何不归还十五成 在郊区冠元种菜 劝君上 遵从隐居之事 养老 这个存孤 敬父兄 讲有功 尊有德 您也许可以稍稍安全一点 您要是啊 说贪 商鱼之父 独断秦国之交化 积百姓之冤 君上一旦不立朝 君上不立朝的意思就是死了 秦国想收拾掉您的人 可能得排着队拿号 您那个败王 可侨族而代了 我就等着了 也不知道赵梁是何方神圣 这一大篇声讨词 居然没有引得商鞅大怒 而动刑法 只是一个服从 就是不采纳 就算完了 但是赵梁所说的 后来全都应验了 现在有学者说 他是代表贵族利益集团去说服商鞅的 这当然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们估计 这篇慷慨陈词 大概可能也是司马迁先让文学加工 就在俘获公子昂的战后第二年 秦军又与魏军激战于暗门 秦军又胜 这回把公子昂的部下 那位一点也没错的魏国的错将军 也给俘虏了 暗门这地方已是中原 这一仗说明秦军的实力已经强大到能进入中原作战了 至此 秦孝公和商鞅的联手变法已经进行了21年 秦国从步步走下坡路 一变而成为正在崛起的西方大国 木工霸业又在新的时代出现了 老秦人的每一声吼叫都能使山东六国心头一紧 看来只要目标明确策略对头 中枢强硬 行政有效率 把个奄奄一息的弱国变成一等强国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是很多执政者锦衣玉石就不想有什么大作为了 孝公这个时代实际上是商鞅的时代 秦国的很多东西都深深的落下了一个秧字 看来只要顺应潮流 个人改变历史或推进历史完全不是妄想 但是这也是商鞅最后的辉煌了 商鞅的政治知己秦孝公把整个秦国托付给了商鞅去运作 从史料上找不出一点 孝公对商鞅生疑的这种迹象 秦孝公确实是把商鞅视为异性兄弟了 封其为君 是给予了公族宗室才有的待遇 商鞅比秦孝公年纪大点 那按照自然规律 他这一生是有军权做保障的 可以顺顺当当的走完 可是咱们话说回来 天有不测风云 秦孝公竟然就死在了商鞅的前头 秦孝公24年 正当壮年的孝公突然去世 年仅44岁 秦孝公在死前 曾经想把国家交给商鞅 让商鞅做秦国的国君 可是商鞅是坚持不受 当今有人说了 说这是秦孝公在试探商鞅 有否可能去篡国篡位 但是我们认为这不可能 这是秦孝公是出于真心的 秦孝公是古今 唯一的一位民主主义君主 只要秦国强大 管他姓赢还是姓商 他对商鞅始终用而不移 没有任何掣肘和防备 而商鞅拒绝接管秦国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秦孝公知道 魏靖的大业 只有靠自己心爱的儿子 他临死前 把太子迎四一人留在身边 命儿子给他背诵黄鸟诗 可能是在意在的 让太子知道珍惜人才 太子迎四继任 是为秦桧文公 从此历史掀开了奇轨的一页 太子迎四的两位老师 公子前和公孙谷 到这个时候已经身居宫内 十二年不见人了 这是空前的险境 但是商鞅一点也没意识到 他自负是先朝旧臣 出入仍傲慢如袭 人们可以忘恩 但是几乎没有人可以忘记仇恨的 所有的老士族都看准了这一转机 秦国是通过变法强大了 他们不会因为秦国人而高兴 身为秦国人而高兴 他们是受损者 所以他们宁肯国家退回到原来的 孱弱历史当中去 也要否定变法 要争取政治翻身 在惠文公第一次世朝的时候 商鞅也不知道为什么没出席 第一个出来秉奏的就是公子前和公孙谷 两人说了 说陈文 大臣太重者国威 左右太重者身为 商鞅立法至秦 秦国虽至 然而妇女儿童都说商君之法 没人说是秦国之法 仅有封义十五 未尊权重 后 必谋反 新军年轻 商鞅和对立派都看到了这一点 但是商鞅完全看错了 以为新军年轻 就不敢轻易变更父亲的既定方针 而老士族却能看得很准 他们要用某人功高震主 来吓唬年轻的君主 这两派的态度在新军心中恰好形成了一正一反两种感受 天平倾向哪一边 不言而喻 惠文公果然上套了 对两位老师说了 说无恨辞贼久矣 但是他是先王之臣 谋反着行迹未彰显 所以暂且我们容忍他 惠文公虽然年少 但是做事不是没有原则的 他很懂得处理问题的分寸 先军的面子一定要照顾 旧臣的气焰也要打掉 于是就派使者去收了商鞅的项印 命令商鞅退归商鱼 就是你归你的封地上这待着去吧 商鞅这时候还不觉得大祸临头 反而觉得也不错 辞朝之后就收拾好车架就出了城了 他虽去职 但是爵位没变 其仪仗队伍有笔诸侯 商鞅在朝主政二十年 文武破官无不出自他门下 见老主人走了 百官都来见诵 朝暑微之一空 这又给了反对派一口识了 公子前公孙谷呢 就密告惠文公 说商君不知悔过 见用王者遗仗 如归商于必然谋反 当年和商鞅辩论输了的干龙肚子 也没忘二十年前的耻辱 出面作证 商鞅遗仗确实是违规啊 惠文公一听就怒了 急令公孙谷率武士三千去追赶商鞅 追上了就要砍脑袋 然后提着他脑袋来见 威权的倒台 不管后续的影响如何 都是民众的开心之日 当时百姓知道商君走了 都跑了出来 满街满巷 全都在抱怨商君 一听说公孙谷要领兵去追赶 邪臂相从者 竟有数千余人之多 当时啊 商鞅车架出城 也有百余礼 后边呢 忽文啊 喊声大作 忙派人去探听 回报说 是国军发兵追赶 商鞅一听完了 他知道坏了 新军翻了脸了 怕是要难逃一劫 急忙卸去一贯下了车 伴坐足利 带着这个妻儿老母的逃亡 一行人仓促奔至寒谷关 见天色江黑 便驻旅店投诉 哪知道店主向他索要 照身之铁 就是身份证 商鞅推说没有 店主关了门 就是不让他进 说了商君之法 不许收留无铁之人 犯者连坐 要与你一并出展的 我可不敢留你 商鞅叹道 哎 违法之必一致此在 一行人呢 只得顶着夜色继续走 混出了寒谷关门 直接呢 就奔了魏国去了 当年商鞅在魏国游历多年 他眼下心存侥幸 希望在魏国能找到一二至交 也许能东山再起 来到魏国边关之下 首令为一老者 名叫相思 这个人的阅历颇多 居然呢 就认得商鞅 哎呦 这不是原来的魏秧吗 是吧 哎 然后呢 他怨恨商鞅啊 欺公子昂而拜魏军 所以也拒绝接纳他 商鞅请求从魏国转到别国 并不再魏国逗留 官上的魏人说 说商君 秦之贼 秦强而贼入位 不把你送归 怕要惹祸上身的 随后就把商鞅 遣送回秦国境内了 这也真是应了 做法自闭那句话 商鞅走投无路 只得挤付自己的封地商议 纠集图属 发动义兵 向北攻击正地 以谋求一块立足之地 现在啊 商鞅这个身份就变得很尴尬了 虽然秦国目前的中央体制 没有一处不落着鞅的字 的影子 可是他作为一个个体 已经被从这体制 排除出政治中枢了 现在不过是一个 与中央政权作对的 小小诚意主吧 他亲手缔造的中央体制 只要稍稍动动手指头 就能把他捏得粉碎 秦惠文公 当然不可能放跑他 下令大军进攻商鞅 在政的免迟呢 将商鞅的队伍给击溃 升勤了商鞅 二十年的旧仇 今日终于得报 秦惠文公下令 将商鞅车裂 就是摸马分尸之行啊 已记祖先 而且恨恨到 没有谁像商鞅这样敢造反的 随后呢 又把商鞅全家都给杀了 这就是旧时许多权臣的宿命 主子一死 立刻是遭灭顶之灾 据说自商鞅之死 百姓歌舞于道 如是重负 六国文之 一节相亲 在绳索将他的四肢和脖颈勒紧的时候 曾经伟岸不可及的商鞅 是极其孤独的 没有人怜悯 没有人惋惜 没有人为他做黄鸟歌 他所缔造的事业 将延展至广大的华夏之土 并将延续至千秋万代 可是他 只是孤零零的一个犯人 连一个知音都没有了 一个伟大人物的孤独殒灭 没有谁比商鞅更凄惨 不过作为肉体的商鞅 虽然悲惨的毁灭 可是他的精神仍在 秦惠文公出即位时 尚且年少 啥商鞅是有些意气用事了 但他是头脑清醒之人 很快摆脱了肝龙肚脂之流的影响 承袭了商鞅变法的所有成果 老士族并没有重新得志 这就是所谓的商鞅虽死 秦法未败 秦法的许多规定 在秦国一直延续了下去 直到最终 凡头脑清醒一点的 都不敢再开历史倒车了 谁愿意再做那个 遭人鄙视的一敌之邦的君主呢 当然了 商鞅本人的败亡 也有一部分原因 在于他自己的极端化 他所主张的贬义工商 弃绝文化 唱主 独裁 清罪重刑 都违背了一个正常社会的规范 他是在两难中 为什么两难呢 如果不激进 秦国就不能迅速负强 如果激进 他就深深陷于千夫所指 他选择了千夫所指 他以自己的毁灭 换来了一个 雄风引领百代的 大帝国 商鞅远去 大秦 仍在 法家商鞅 以其铁的意志 留下了一个 咄咄逼人的秦国 秦惠文公 灭掉商鞅13年后 自称惠文王 在位 共27年 这位小时候 对商鞅不大敬的太子 嬴四 并非头脑昏庸之人 他当年给商鞅捣乱 不妨可看作一个 少年人的叛逆行为 当他登上军位 逐渐成熟之后 就清醒的意识到 商鞅之法绝不可废 新法与商鞅本人的荣辱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那么惠文王 究竟在秦国 都推行了哪一些商鞅之法呢 与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 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 你想跟大宇交流吗 你想跟大宇辩论吗 你想给大宇指出错误吗 来微信吧 微信搜索订阅号 大宇插管 哎 就能实现了 记住啊 宇是宇宙的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